VBA部分 特別是有多種邏輯 反正你就要熟那個動作 一個 只要沒有做錯 我想應該一次就可以完成 那再來就是有關那個VBA 那VBA的話呢 理論上是 假設這邊多 我們可能會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 這邊多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它的話呢 可以是合格不合格 或者再多一個 多重吧 可以是輸出一樣到這裡 是ABCD 那H頂多再多一個什麼 清除好了 就三個按鈕 那我想之前有做過類似 所以那個邏輯 基本上 我想清除是最簡單的 就是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這前面展過 然後把什麼 h 欄 輸出寫前面 輸出什麼呢 這個如果清除的話是空置串 有沒有 這個全部都清掉了 再來合格不合格比較簡單 因為你for i 等於2到7 中間的話一樣是做邏輯 邏輯的話呢 前面有講過嗎 if什麼 if 然後中間 這邊有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話 Zen做什麼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有反之的話呢 這邊有個Ls 這個 這個 不好寫 ok 然後呢 會有個and if 所以最後的話 加一個and if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前面有一些類似的 寫法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打開開發人員的Visual Basic 按右鍵插入那個模組 前面都講過啦 所以如果你這個步驟應該要熟悉 第二的話把程式打上去 然後因為有些已經講過 所以我先把那個最後完成的 先把它先run給各位看 總共有三段 雲單上都有清除 乘機 乘機多重 那這邊的話 我把它貼上 我先把它貼上 run一下 那姿態小技的工具裡面的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至少會放大到12或者更大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增加三個按鈕 就是這邊 開發人員這邊有個插入 表單控制項 那你可以把拖拉一個 這一個的話也許是成績 把這個對應到成績 然後另外還有兩個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一下 然後這邊再貼一下 然後這個的話是給它是清除 所以我就把這個名稱清除 然後另外一個是成績多重 按右鍵 然後可以指定一下 就是等於是重新指定 那個對應的sup ok 那做完之後呢 大概有三個按鈕 第一個成績 所以按下它 它會自動的合格不合格 跟這邊一樣 清除 ok 那再來這個是什麼 ABCD ok 不過在ABCD 它多了一個 就是按下去 本來呢 它會靠主對齊 但是如果我希望我輸出之後 然後我順便幫我把它置中 或者的話我可能輸出之後呢 要手動到常用裡面 再去做一個 置中的動作 會多一個感覺好像沒有做完 那這三個按鈕分別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想清除 各位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清除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 在那個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這個模組 先插入一個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呢 其實就是清除 然後呢 For i 等於2到7 實際上這個2到7 你可以看 你要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我前面講過啦 這個7 其實可以寫成活的 不過呢 那這裡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Ctrl向下 因為呢 我們這邊有題目說明 所以你必須 如果你要正確的話 可能要先把題目說明給刪掉 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 你的資料裡面 不應該會出現這些東西 那應該我們那個是題目 所以如果你這個時候 游標放A2 Ctrl向下 有沒有 剛好就是7了 那這樣的敘述的話 還記得怎麼寫嗎 如果你忘記的話 恐怕你要稍微 再把它回顧一下 游標放A2嘛 記得是前後一定要加算 點and 是追蹤到這個A2的範圍 的什麼呢 and是邊界啦 上下左右 那它會 前刮五 我會自動跳出 你要偵測的是上下左右 那我要偵測向下 從A2去追蹤 追蹤到的哪一列 就告訴我列 所以它最後會用這個 這個屬性的結果 就是7 然後告訴我 所以這邊的話 會把7這個數字 直接丟到這裡 就變2到7 那這樣你上下填滿的話 它就會自動執行的話呢 以後如果資料會增加會減少 它會自動去偵測 這個其實用到的機率還蠻大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輸出什麼 輸出成績合格不合格的話 接下來的話 假設我這邊輸入 合格不合格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怎麼說它合格不合格 一樣 forI等於2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NAS 中間會多什麼呢 多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 記得 這個可能你要慢慢熟悉 其實就是中間這一段 那這一段輸入的方式 其實呢 我是建議啦 你給它慢慢練那個手感 因為其實有時候 像我打的 這些程式都自己打的 其實就是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要慢慢習慣它的結構 然後一附什麼 哪個條件呢 欸 你就要去想說 你要從哪邊抓 你的那個判斷來源 你從一欄裡面抓 ok 所以呢你就打什麼 Sales 錢瓜糊 然後呢 第i列 應該會一直往下 豆點 從一欄裡面去抓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把那個 一欄裡面的資料先抓 會先從第二列 所以i會 這個i是變數嘛 會一直改 它會先第二列 那實際上就是12吧 1314 有沒有 ok 然後呢 這個是條件 什麼條件呢 如果大於等於60的話 then 所以你打一個then enter兩下 我的習慣是先把那個結構先打完 有沒有 它一定是if 什麼邏輯 對不對 then 這個如果 它的條件為true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else 是反之做什麼 所以這個是兩重邏輯 剛好我們是合格不合格 所以你輸出的話 那我習慣是在這邊按個type鍵 因為它是在下一階 當然有些同學沒打 其實沒打當然也不影響程式的執行 可是將來如果你程式寫得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樣的寫會看得根本就沒有結構 而且很難看 ok 所以我非常對這些非常敏感 所以如果你程式全部都在同一個 那個那一階的話 我會覺得你還是先把那個 你不用急著要把程式打完 就是先把那個習慣養成比較重要 再來可能你就要加一些註解 如果因為我都看得懂 那我就算了 我都不加 但是有些你可能自己看不懂 你要打給你自己看 不然你將來自己回頭看 你打了什麼都忘記了 ok 那當然不一定是必要的 可是這些小細節也是最後的關鍵 那也不用死背 再來的話你要做什麼 如果這個條件為初 那你要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h欄的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就怎麼打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ctrl鍵按住 把這邊改成h 這樣就少了很多字了 等於什麼 等於合格 所以你就這邊打一個合格 反之的話 按個tab鍵 把這邊怎麼樣 ctrl鍵按下 那這邊打一個不合格 好 程式打完了 這個是教各位一些寫程式快速的方法 ctrl鍵按下 拖拉拖拉拖拉 複製複製複製 不是複製就算了 你要有些同學複製都忘了改這個 一樣還是1 然後1 奇怪來源跟輸出都一樣 所以又把它蓋掉了 當然就錯了 就 ok 所以特別是這樣 複製貼上是很快的方法 但是還要細心 很多同學大部分錯都是錯在真的是非常粗心 ok 如果你這些都顧慮到寫程式其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ok 而且非常有挑戰性 然後那個如果你越挑戰你會覺得 哇感覺好像跟那個比那個打怪還要更好玩 為什麼 因為你會一直想要有進階進階更難更難 然後你也想說有什麼問題可不可以把它克服掉 對不對 像我比較進階的課程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沒有答案很多同學 比如說老師有沒有什麼google 他有找不到 那那些怎麼來的 自己想方法做出來的啊 對不對 當然很多東西人家會分享出來的可能就不是什麼太那個 那個獨特性的啦 ok 所以那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合格不合格做出來 ok 所以做出來的話合格不合格 這個我想比較簡單 但是這個是最基本的 接下來當然我們需要什麼呢 再把它變成那個多重 所以按下它有沒有 A到D 那這個地方就要把兩重變多重 那兩重怎麼變多重啊 特別注意就是說 底下這邊有寫好的啊 不過我可以把這個什麼 重來一遍 Delete掉 它怎麼寫出來了 其實也是一樣把這個喔 Ctrl鍵按住 向下拖拉按Ctrl鍵 又一個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就因為他們主結構都一樣 差別只是在一些地方 所以呢 我就拿它來改 那也就以後喔 如果你這樣要快一點寫出程式來的話 你也可以拿我雲端上的範本 有沒有 Ctrl C Ctrl V 拿來改比較快 因為我知道你們自己從頭打喔 就一定會錯誤擺出 不過也是需要啦 我慢慢來喔 那這邊的話打一個多重 我發現連最基本的很多同學 那個頭尾又打錯了 差一點點都不一樣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A B C 可是問題喔 欸 怎麼樣把成績 If L這兩重邏輯改成多重 那這個改法喔 特別需要有個 第一個啦 名稱一定是多兩個字嘛 第二個的話呢 特別需要 如果你這邊中間喔 除了Ls之外 還有別的的話 請記得喔 一 請你把這個 這兩行有沒有 Ctrl C 先改上面這個邏輯喔 第一個邏輯是吧 如果大於等於80 對不對 是不是合格 是A OK 輸出的位置一樣是沒有變嘛 來源是E 輸出是H OK 可是第二個是B 那第二個怎麼辦呢 這個是首先 這跟以前寫什麼 那個論說文一樣 首先 OK 那還有其次嘛 還有再其次 再其次 除此之外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首先是一副 那其次的話呢 特別需要把這兩行 複製一下 Ctrl C 移到哪裡 Enter一下 把它移到最前面 貼上 但是特別需要 你首先不能出現兩次 所以如果你其次 請你改一下 改什麼呢 再前面加一個什麼呢 L11符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在這邊加一個L11符 這個敘述就有點像那個其次了 OK 然後這個大一點 70分 它是什麼 它是B OK 還有C對不對 跟各位講 以後都是其次 其次其次其次 其次再其次 反正就是都是其次的話 那有點像L11符 請你把這一行 Enter 貼上不就好了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60 這邊是C 然後除此之外 就意思就是else 所以你可以這樣記 這個 所以像IBM最近寫了一個什麼 自動寫文章 還有自動寫七言絕句的才厲害 那個古詩 IBM寫一個自動去幫你寫那個古詩 七言絕句是七言絕句 而且還是很通順的耶 還是真的是寫得好像還蠻厲害的樣子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的邏輯 其實有時候有些地方 跟我們的那個大腦的那個 就是敘述寫文章也有點類似 有沒有 只是說它很有結構性 不能打錯任何一個字 它一定是開頭一定是if 首先嘛 除此之外 反正你else 一直else 下去 沒關係看要幾層 我是沒有那麼多層 頂多來個十層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沒有那麼多可以判斷了吧 大概就差不多了 除此之外 OK 就大概這樣的結構 不過有的時候 沒有 有的時候 甚至沒有除此之外 這個好像也可以OK 因為反正都有判斷到了 然後你就不用除此 除此之外 你可能就是 你可能想不到的 你可能就把它留下來 反正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OK 然後除此之外的話一定是什麼 這個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D 所以輸出的話 那這邊把它改成D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邏輯 跟剛剛的邏輯有沒有 那個函數那個一模一樣 OK 應該可以理解了 反正我們只是換個方式表達 好 那輸出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這邊清除 然後輸出就完成了 但是呢 這邊會有個問題 預設它會是靠左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 輸出應該是靠左 不過因為我剛剛程式裡面 已經有一個讓它置中了 所以如果說將來 你希望輸出的時候 輸出完之後 順便幫我按一下置中的話 OK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比較 當然你不會寫啦 你可以用什麼 開發言人錄製劇集 有沒有 你把它錄下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後面去 可不可以 如果你不會寫啦 如果你會寫的話 其實就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很好了解 至於怎麼寫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因為這已經寫了三個案 OK 試試看 其實答案都在前面講過 所以這些不用背 一二三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盡可能用了解的 然後再來就是去練習 然後就是可能在你工作裡面經常使用 久了之後啦 我想這些東西其實都會非常好用的用在你工作裡面 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邏輯稍微講 就是試一下 所以有三段那個就是VBA的程序 副程式 第一個是清楚 成績的話先兩重邏輯 再來就是多重邏輯 基本上如果你的Excel裡面會用的話 VBA我想應該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試試看 這些其實特別注意 未來這些都會不斷的被使用到 而且因為你將來處理資料 那不外乎就是哪個範圍 可能哪一列哪一欄 然後做什麼樣的邏輯判斷 那判斷裡面包含就是說 當什麼條件發生 哪一欄裡面東西是什麼值 我就丟什麼資料到另外一欄裡面 那這個是丟資料 不過另外還有第二個可能會遇到就是 那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不是要 不是只有丟資料 我希望除了丟資料之外 可不可以順便幫我改變一下 那個儲存的格式 格式裡面包含什麼 換個字啊 換個字的顏色 底色 框線 等等的 那這些該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把這些 剛剛講的那三段